人從高空中墜落 如果沒有降落傘的話 你能夠存活嗎 有一個人他就用了什麼呢 用了一把雨傘來做實驗 他希望說看看這雨傘 從高空當中我落下來的時候 傘可以做減速 但是能不能撐得住我啊 對 我跟你講立剛 我們先看看一段電影 就說我們試試看 要不要就是從高空中 拿了一把雨傘能不能平安降落 大家看這是電影《百變金剛》 這個周星馳為了討梁詠琦的歡心 他們兩個一起跑進大炮裡面 大炮轟啊 發生出去 你看 傘悠悠的降落在地面上 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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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美妙的畫面 你看 抱著美人 情調百分 平安降落在地面上 對不對 拜託這電影情節 電影 大炮轟能不能轟多高對不對 真是有人去實驗啦 好 來 我們現在就來講一個真實故事 美國極限運動家艾瑞克羅娜 他就想 我很想知道 這個傘在天空中 如果這個傘夠大的話 如果說從飛機上掉下來 或從熱氣球上掉下來 他能撐多久 極限運動家嘛 他沒事專門跳崖 跳海你知道嗎 他就最喜歡跳這個東西 他說 這一次我就來試驗看看 我全紀錄 好 大家先來看畫面上 他先在熱氣球上面準備好 他呢 帶了一把大傘 然後預備 一 二 三 就開始往下跳 注意 旁邊也有一個紀錄員 也一起跳出來了 你看紀錄他這一次 撐著一把大傘 你看 這把大綠傘 你看 好像傘還真的能夠撐住了 這個傘是大傘 不是降落傘 對 這是像一般雨傘 比雨傘大一點 不幸的是 十秒之後 這個傘就解體了 解體了 對 在天空中完全解體 怕死人喔 要怎麼辦 當然我們是有準備的嘛 這個時候解開身上的降落傘 用真的傘來順利降落了 他還在地上找回他掉下來的 已經殘缺不堪的那一把傘對不對 其實美國NASA 可以把他這一次跳下來的數據 拿回去當參考 將來對於太空人 是不是也很有幫助呢 好 你說他還不算很瘋狂對不對 我們再來看一個 再來看一個 他不是極限運動家 他名叫史考特 是一個冒險家 我這次什麼都沒帶 也沒帶傘 他不帶傘 我甚至連衣服都不穿 我就直接上了 你知道嗎 他做什麼 他直接從飛機上跳下來 沒有任何防護措施跟裝置 沒有任何傘 高 從上面下來 你看 這什麼都沒穿耶 光溜溜的耶 又光溜溜 他不但滾轉 一下側躺 一下正翻對不對 然後呢 他要想說 他能夠飄多久 那這個時候我跟你講 飛機上另外跳下來的這些工作人員的話 要及時能夠 catch him 要抓得住他你知道嗎 如果抓不住的話 我問你 他是不是 他在海與陸地的交界處 這個高空中這樣跳下來 如果抓不住 他是不是要粉身碎骨了 抓不住最後就變成 Terminal Velocity 終端速度最後呢 就墜落地面或海裡了 沒錯 而且我跟你講 這樣掉下來的話 他的下場是什麼 大家一定知道 這是很精準的 你看他掉到地上的時候 而且還能夠順利 成功降落在陸地上 同伴人都大為歡呼 你看出去的時候 又翻又滾 又躺又飄 這樣搞來搞去 欸 立岡 非常危險耶 他不怕 這樣有 我看兩顆心臟也不夠啊 可能要十顆心臟 就是這樣子 如果這兩個人沒抓住 他真的就生死一瞬間了耶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把 這個迷笛給解開 對啊 而且他在空中 怎麼可以飄那麼久 他怎麼能夠飄那麼久 對 因為第一個 空氣本身就具有浮力 第二個 當你掉下去的時候 空氣本身就有一種阻力 所以浮力跟阻力 這兩個加在一起 使你一跳下去的時候 是重力加速度對不對 可是當這個力量 兩個力量形成的時候 就不會無限制的 像重力加速度一樣 它就等於是說 它就會變成 等速度下降 跟上面 比它後面跳下來的人 可以匯合 這就是高空跳傘 花式跳傘的原理 那跳下來之後 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大家剛剛有沒有看到 斯考特 他是這樣子 翻來翻去 然後一下是 大字形 對不對 兩手張開 兩腳張開 沒錯 阻力更大 這樣可以遲緩下降的速度 但如果你是這樣 一字形 那下降速度就變很快了 那就是重力加速度 因為風阻係數變小了 對 就直接下去 大家不要看 斯考特剛剛那個動作非常危險 時速多少 兩百公里 兩百喔 那真的是要找戲 那好在他們時間算得很精準 就是因為他們經過精密的計算 可以完成這樣子 看起來非常搞笑的壯舉 其實那可是 一點都不好玩的喔 史考特這樣的瘋狂的行為 千萬不要嘗試喔 因為你兩個夥伴 萬一沒抓住你的話 那你真的是一命呜呼呢 但大家有沒有看到 好萊塢的電影裡面 像《變形金剛3》裡面 有一個劇情 這神惡部隊 為了怕著狂派的追擊 他穿著飛行衣 飛了出去了 但真實社會中 有這樣的飛行衣嗎 真實的社會中 有這樣的飛行衣 可以飛行嗎 立剛 當初你看到這個電影的時候 我想 大概大部分的人 都會覺得 演戲嗎 這一定是特效嘛對不對 好萊塢特效這麼厲害 動畫那麼強 這一定是畫出來了對不對 不好意思 那是真人 真實的表演 現場表演喔 對 因為他們當初就是 直接從高手上這樣 直接這樣跳下去喔 就直接這樣跳喔 然後那時候為了拍攝 旁邊還有直升機跟在旁邊 你知道 就直接看著他們這樣 飛過去喔 這完全都是真人表演 絕對不是什麼動畫特技喔 為什麼呢 因為實際上 世界上真的有這個運動 這運動叫 飛鼠樁滑翔運動 真的有叫飛鼠樁喔 對小時候你一定看過飛鼠嘛 在那個鼠樁滑翔跳來跳去 那個他旁邊皮很大啊 對 直接這樣飛過來飛過去 那這個就完全模擬他一樣 他同樣利用旁邊這兩個翼 叫Winsuit 就是飛鼠樁 然後就直接在空中這樣翱翔 但是呢 他是有規定的喔 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玩 因為全世界會玩這個人 到目前也只有2000個人 嗯 而且 他規定你至少要跳傘200次以上 你才可以去做這件事 表示你的經驗要夠豐富才行 因為這個東西非常非常危險 但是去玩過的人啊 都會說 因為你看起來 我們看起來好像他沒有多大的 多大的那個翼嘛 對不對 覺得好像應該很難操控啊 其實不是 去玩過的人說 其實你只要在上空啊 哇你看畫面上這個人 飛行得這麼自在 他是完全像老鷹一樣 對 像老鷹也是利用這種高空的氣流啊 那他也是一樣 他說只要你身體 稍微這樣輕輕擺動一下 其實隨時就可以控制方向 你要往哪邊飛就往哪邊飛 所以我只要靠著我四肢運動 我就可以轉彎 可以隨著氣流飛行 都可以一直沉著氣流飛行 而且這飛行速度不低喔 尺度超過100公里喔 這麼快 其實非常快喔 對啊 所以其實玩過的人就說啊 他玩的時候 感覺上根本就是真的在飛行 我就覺得我自己已經變身成一隻鳥了 你知道嗎 就可以在天空這樣飛 但是問題是 我們想到一點 他一直這樣飛 啊 你到時候怎麼降落 欸 對啊 對啊 你是直接這樣像鳥一樣 啪啪啪啪你就可以降落了嗎 不可能啊 對啊 不可能啊 所以呢 他其實那個飛鼠裝裡頭 他其實還藏了一個降落傘 所以當你差不多看你準備要降落的時候 欸 你只要把降落傘打開 你就可以慢慢操縱 緩緩的就降下去了 可是這樣看起來好像是蠻好玩的 你會不會想去玩 嗯 有點心動 對 可是我跟你講 其實這個非常非常的危險 喔 非常危險 對 因為 像有一個美國很有名一個 定點跳傘降落人叫柯麗斯 他曾經在湖南張家界那邊 穿過那個天門洞喔 他表演過喔 嗯 他的技術是全世界公認一定是沒問題的嘛 可是他一跳就出狀況了 然後這次在南非凱普敦 桌山的 桌山的 對 1086公尺的高山上都往下跳 跳的時候一開始 欸 看起來好像很順利啊 他飛武裝這些都沒出什麼問題對不對 可是他飛到一半 突然就出現一個強風 嗯 他馬上就控制不住了 嗯 然後說大自然的力量不是人能夠對抗 他馬上就 一下子開始翻了 可是這個時候他也臨危不亂 因為他非常有經驗啊 所以他馬上打開備用降落傘 然後希望能夠讓自己能夠緩緩降落 喔 他現在又拉丁又降落傘了 可是不好意思 他是一頭摘下去 他直接撞到那個大石頭上去 因為距離不夠 對 太短了 那個風的力量太大 他根本沒有辦法控制了 然後本來想到撞到也就算了 人就待在那邊不要動對不對 可是不是喔 他那時候馬上 因為他人撐不住 因為一撞 意識已經有點昏迷了 到最後整個人就抖往下掉 一掉掉了60公尺高 哇 這樣20層樓了 對 我們想到60公尺要掉下來 大概肯定要完蛋了對不對 結果不信中的大幸事 他從60公尺到掉下來 雖然雙腿骨折嚴重受傷 結果他居然命減回來了 還不錯 那這個時候 因為他當時是在幫Discovery 在拍一個紀錄片 所以Discovery 最後也把這個紀錄片播出了 那老實說 連柯麗絲這麼一個經驗豐富的高手 做這個時候都這麼的危險 我覺得我們一般人喔 除非你真的對極限運動有強烈的愛好 大家還是不要輕易嘗試這個 這個因為實在是太危險 美國現在一直在研發機械設備 作為在準備以後 未來的這種無人操控的戰場 這樣子可以減少傷亡 但最新的是什麼呢 Big Dog出現了 未來的戰場要改觀了 休息一下 來告訴你